出用芯片荒难解 每9名州长敦促国会尽速通过芯片法案 根据路透报道 出用芯片荒难解 包括民主党籍的密西根州州长 会通过在内的美国跨党派九州州长 周三致喊美国国会议员 敦促他们尽速通过补贴半导体工厂的芯片法案 好让这些工厂有更多诱因生产车用芯片 这9名州长呼吁国会尽速通过规模 达52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 其中的20亿美元将用来补贴半导体工厂 生产汽车业严重短缺的成熟制成芯片 除了密西根州州长惠特莫 也是汽车制造重镇的共和党籍阿阿巴马州州长艾维 也加入信韩联署 这9名州长表示 车用芯片短缺 已导致汽车制造商减产220万辆 影响57.5万名员工的生计 惠特莫发布声明指出 全球车用芯片短缺已重创密西根州和其他州 导致工厂闲置和生产减缓 危急汽车制造业上下游产业链数千个相关工作 由于芯片荒还看不到终止的迹象 如果我们要保护就业和维护竞争优势 显然不能再浪费时间 这9名州长在信韩中写道 我们理解众议院对乌瑟卡的政策和计划中 有其优先考量 我们希望参众两院能尽速 就这项立法找到共识 加入信韩联署的州长 还包括伊利诺州 威斯康辛州 北卡罗兰纳州 坎塔基州 宾州 堪赛州司和加州